伊斯兰党执政33年的吉兰丹 和我国各州相比之下 常常被认为是最穷州属 伊党声称 这是被联邦政府边缘化的结果 对此 首相纳都斯里安华 今天就严厉驳斥这个说法 他指出 实际上团结政府 所给予吉兰丹的拨款 一点也不少 甚至是超越了国盟 张群世奇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安华市在出席第36届亚太援州会议后 反驳一党的指控 昨天一党万劫国会议员 沙西尔·苏莱曼和经济事务部部长 拉斐兹辩论时 指吉兰丹的贫穷问题 必须归咎于中央政府 中文字幕志愿者